她的金色又很襯托亞洲女生的膚色 所以這個表情自己覺得很喜歡很輕 然後大小適中這樣 好像蠻有女人味但是又不失個性 時間關係沒有很好所以出門的時候很改 所以我就會手上一抓就是最近常戴的那一支 我就直接戴著去 嗯 還好欸 算是震撼的就 哈哈哈哈 近期幾天應該是如果金曲獎的表演 所有的人看到我們一起三個人合體唱歌表演 是 然後心裡可以獲得那一份滿足或是療癒 可以帶給大家歡樂 我們就會非常開心跟榮幸 好像有發佈就是一首歌 17那一首歌 然後會融合一點舊的一個經驗 其實只有不要那一首歌 還是後面還不能做 其實就是那一首歌 然後就是這樣講起來 對啊 所以你又不會怎樣這樣 你看看 哈哈哈哈 就是那一首歌會搭配一點點經驗 這樣會讓他有點期待住 但基本上就是那一首歌了好不好 就非得要把戲變成這樣 然後我最後就很急 所以我就這樣子講 稍微可以放鬆一下 雖然走紅毯也是一個平頭的 當然一圓碗在哪裡都是在平頭 為什麼 只是紅毯就是 對他多一份的準備 就是對他多一套衣服 然後還有狀態啊 女星的狀態 所以不用走紅毯 就不用有一種女星的狀態 我們在定裝的時候啊 Selina就好像坐下 本來是Ella就坐下 休息穿著那個定裝的衣服坐下 就說啊這樣坐下站起來會皺掉欸怎麼辦 我說不會站起來啊 他們說我們坐下 因為他的領獎就會站起來啊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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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